另外还有一种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把孙悟空的这种 智慧和聪明表现得更加清晰 那就是在很多的时候 孙悟空并不是搞不定 很多情况其实他明明能够搞得定 但他也依然还是选择向别人求助 典型的就是在季赛国降服那个九头鸟 这个九头鸟是谁呢 是碧波坛老龙的女婿 因为把这个舍利子佛宝给拿走了 结果让那个一个寺的和尚都背了黑锅 这个孙悟空呢是替和尚们出头 就带着八戒到碧波坛捉妖怪 悟空和九头虫争斗啊 结果八戒助阵 被九头虫给献出原形 一只凶恶的九头鸟将八戒咬住 然后悟空就潜入龙宫 打死老龙救出八戒 正在商量如何去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呢 他们就遇见了二郎神 悟空当即就让八戒去拦住二郎神 通报自己的姓名 通报完姓名之后 然后自己再和二郎神一见 相见之后 然后就孙悟空这时候就提出来 请二郎神帮忙 二郎神非常痛快的就答应了帮忙了 然后这个冰河一处 第二天然后就去挑战这个九头虫 二郎神跟九头虫打 猪八戒 孙悟空去对付那些老龙 龙子 龙孙 虾兵 蟹将 二郎神在和九头鸟打的时候 九头鸟当然打不过 然后就跑 跑的时候呢 就是空中又现出原形 想叼这个二郎神 二郎神不是有一条戏犬吗 就是那条孝天犬那条狗 这个狗过去汪的一下 把九头虫的一个脑袋给咬了下来 九头虫腹通飞走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那么悟空为什么要请二郎神来帮帮呢 失误打不过吗 绝对不是 后来其实二郎神自己在和孙悟空 说这个事的时候 连二郎神都问 那你们既然刚才已经把那个 都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为什么不趁肾追击 不把他打死呢 所以绝对不是孙悟空搞不定 孙悟空对付九头虫 逼波潭老龙那些 侠兵 蟹将 乌合之众 那是非常轻松的事 他为什么不自己解决 悟空自己解释得非常好 他说八戒 那是七圣兄弟 道好留请他们 与我们助阵是一场大机会 我们注意他说的是一场大机会 那么这个大机会是什么 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说了 并不是说离开了这二郎神 和他的眉山七圣兄弟 就搞不定这个九头虫 要搞得九头虫 八戒 悟空两个人 已经绰绰有余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大机会 指的是与二郎神 去除前嫌 建立交往的机会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再看在这一回里边 你看悟空 先叫八戒前去 通报姓名 然后与二郎神 见面以后的 种种的自己的表白 以及在打仗的时候 自己和猪八戒 只去对付 逼波潭老龙等那些 侠兵蟹将 乌合之众 而把最重要的对手 放给二郎神去 亲自去打 然后我们再看 悟空和二郎神 交谈的时候 那种温温尔雅的外交语言 我们真的不得不说 经历过真家美猴王 等等这些事件之后的 这个孙悟空 真的已经发生了 气质性的变化 为什么悟空 会把请二郎神帮助 看作一个余知 去除前嫌 建立交往的这样机会呢 实际上这里面 蕴含着一个 人际交往的 非常重要的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啊 在人际交往中 在我们日常的话语体系 我们日常的感觉来说呀 我们往往觉得 那个失语者 比那个索取者 更高一些 更好一些 如果我们是有那种 自尊度比较高 有一种强者心理的话 我们大部分情况下 其实是愿意做 那个给予者的 平常那些比较大方 经常喜欢给予对方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吃饭的时候 那个经常就主动买单 主动去照顾别人 别人照顾自己 自己反倒心里不舒服的人 其实你认真想一想 你这样做 是不是真的就一定就完全总是好呢 其实真的是不一定 在非常多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 接受对方的给予 甚至有的时候 主动地向对方的索取 接受别人的这种好意 有的时候 其实比一味的这样的给予 要好很多 其实悟空向二郎神的这种求救 求助就是用索取的方式 然后把它当作是 和对方建立友谊的一种方法 之后 我就做好了 事 painters